1997年10月 一部名为《我来自潮州》的连续剧 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 该剧以民国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后 为时代背景 讲述几位潮州青年自家乡赴香港谋生 几经磨难 终于商场得意成为巨富的传奇故事 对时任亚洲电视主席的 立新集团大老板林百新发家史 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 此剧其实正式认为 年过八十的潮州富商一生的自传 不到两年后 另一位说话时 始终带着浓重潮州口音的香港大亨 以984亿港元的身家 一月登上美国福布斯杂志 评出的亚洲首富之位 他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 李嘉诚 香港确实是建政百余年来 潮州帮创造商业奇迹的重要舞台 但远远不是唯一的舞台 清咸丰十年 因二死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 隶属潮州的 城海县的渔港汕头 被迫成为对外开放商部 这一年 林百新的潮州府朝阳县同乡 郭子斌在老家出生 汕头开步后 海陆交通比之前方便许多 历来喜欢闹海的潮州人 大批出外谋生经商 日渐繁华的上海 是他们心目中的大码头之一 当年潮州人在上海 主要与福建人合作经营唐业 设立许多著名商号 他们还一度垄断了鸦片买卖 19世纪70年代 少年郭子斌 只身来到了上海滩 建了一家烟土行当学徒 因办事得力 又懂一些英语 帮洋行推销鸦片 赚取不少佣金 后来索性自立门户 获利甚多 1906年 清政府再度宣布禁烟 鸦片进口大减 新海革命后 禁烟运动更在全国展开 潮商随转向大局投资钱庄业 从1912年起的近20年间 潮商在上海经营的钱庄 多达30余家 实力尽次于宁波帮和少庆帮 他们还掌控上海的典当和押当业 全盛时期所开铺号 占据全行业的八成以上 郭子斌已顺应时势 赤资白银11.8万两 成为上海洪信等四家钱庄的大股东 同时兴办四家面分厂和一家织布厂 因此大战爆发后 欧洲各国自顾不暇 棉纱棉布输入中国的数额锐减 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得到发展良机 郭子斌与表弟郑培之合作 先后投入巨资 在上海创办颇具规模的 红玉沙场和红张纺织燃场 聘用外国技师引入先进设备 产品畅销国内各大商部及东南亚各国 孙中山曾为红玉沙场首书 一倍群生的牌匾 郭子斌自此利息鸦片商的恶名 机身近代上海著名实业家之列 直到1932年驱使前 郭氏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 在此期间 众多潮商也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 纷纷在上海创办棉房厂 染汁厂 面粉厂 抽纱厂 影花手帕厂和以生产潮汕传统食品为主的食品厂 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实力日益壮大的潮商与广府商共同组成乐商阵营 与江浙商 辉商分庭抗礼 顶足而立上海滩 1927年 当晚年的郭子斌仍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之际 17岁的少年陈碧晨 背起行囊离开了潮阳老家 不过他此行并非北上而是南下 投奔远在泰国曼谷打工的父亲 他早年出生在那里 五岁时才被父亲送回潮阳读书识字 跟许多家境不佳的海外潮州人一样 回到曼谷的陈碧晨 干过不少收入低微的工作 一步步向上奋斗 1935年 在朋友资助下 他开办了一家 从事五金木材买卖的亚洲贸易公司 并逐步扩张生意 涉足食品 药物及纳米外销业务 在此过程中 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关系网 1944年12月 陈碧晨与其他十位泰国商人 一起筹资20万美元 创立盘古银行 1952年 更因优秀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声望 出任董事长 面对朝鲜战争后低迷的市场环境 他果断邀请泰国财政部次长 出任盘古银行会长 财政部已因此投入巨资 持有六成股权 民航便为官商合影 作为回报 盘古银行获得了泰国政府 金融相关业务的代理权 社会及行业地位迅速提高 在陈碧晨带领下 盘古银行率先走出泰国 现后于香港 东京 新加坡 吉隆坡 大阪等亚洲主要城市 设立分行 而泰国实力数一数二的农民银行 直至1975年 才首次设立海外分行 正是依靠城市的苦心经营 盘古银行创立的岁初20年里 保持平均每年20%的资产增长率 最终在泰国十多家内外资银行中 脱颖而出 成为规模最大的银行 他也荣升泰国首富 早在少年陈碧晨 重返曼谷之前的五六十年里 泰国的潮商 无论数量还是实力 都已居于当地华商的前列 经营航运 出入口贸易和金融等多个行业 出了很多知名商人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实力雄厚的潮州商帮 公认为 纤罗华侨无数商帮之首 当时在纤罗经济发展中 举足轻重的八大行 老板全都是潮商 潮州人扎堆泰国 并得以在商业上大展身手 远因于十八世纪中后期 潮州人正信 依靠武力和权谋 统一纤罗全国 建立强大王朝有关 至今泰国仍设有郑王杰 以纪念他的伟业 禁阴则是汕头开步后 华国与泰国之间的第一条 定期海运班轮 就是从汕头港始发的 潮州人由此得以大批难度 再往前追溯 敢于冒险犯难 似乎是潮州人 与生俱来的天性 明朝中夜 潮州商人尚未成帮之时 他们更多的是以 一道一商的海寇身份出现 与福建的漳州泉州同道一起 构成东南沿海海寇商人的主力 他们多以敏越交界的南澳岛为据点 从事海上走私贸易 甚至与明朝军队武力对抗 而早年刀口商填写的海寇生涯 让人更容易理解 为何朝商与敏商都以喜欢抱团打拼文明 出身潮州的接阳县的郑氏四兄弟 数十年如一日通力合作 打造百年老店 结合制造的往事 至今都是后进朝商的精神楷模 结合 原是十九世纪末 接阳县城一家打铁作坊 新海革命后 因承接当时急需的 正章 号码牌 童子军用品等 而生意兴隆 可惜创始人猝然逝世 一下家业由四个年纪上清的儿子继承 二十出头的长子郑芝芝 深感萧萧县城 难以施展 所以1922年赴泰国从师学习 打造精气首饰的技能 三年后学成归来 在经数年积累准备后 与三弟郑芝一起到省城广州设厂 恰好此时 南天王广东军阀陈气堂 扩编阅军 需用大批装备 郑芝芝通过陈气堂高级幕僚中的 潮州同乡牵线 承接了钢盔 防毒面具 军用水壶等巨额订单 在当时工业实力薄弱的广州 能生产这类产品者甚少 结合制造 一炮打响 不到三四年间 规模迅速扩充 工人多至三百余人 跻身广州有名的工厂之列 1936年 陈气堂返奖失败下台后 结合很快转产柱头扎铁 以填补军需品订单拒减的空白 七七事变发生前夕 对时局甚为敏感的郑芝芝 担心中日战事迟早会波及华南 经与众兄弟商量 决定将所获利润转移投资香港 增加新设备 并恢复生产战时急需的军用品和兵工器材 全盛时期的1941年 四兄弟合力经营的香港结合制造厂 已拥有四处厂房 雇佣数千名员工 订单额常在千万元以上 成为当时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厂 同年年底 日扣攻占香港 正是兄弟被迫弃厂逃回内地 辗转千里 先后到广西柳州和贵州独山 设法建厂复工 坚持生产电话铜线等 紧缺战略物资 期间困苦 一言难尽 抗战胜利后 结合迁回广州和香港 因内战平仍 广州工厂业务难见起色 反而是香港战后大举重建 结合抓住机会 取得订单 获利不少 例如战时 香港海域有不少陈某舰船 陆地上引流大量炮弹 正是兄弟争得港府许可 打捞沉船废铁 砸纸钢筋 搜集弹壳旧铜 制作金属用品 因此之故 在不少战后长大的香港人印象中 结合是靠拆船起家的 据当事人回忆 正是四兄弟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但大哥正直之擅长交际 信息灵通 二哥则要 勤勉稳重 善于守业 三弟四弟 则聪明好学 精通技术 赴港发展后 四兄弟各主管一场业务 平时支领工资 从不随便动用公款 且彼此长期和睦 未有过因业务方向财产分配 乃至个人品行 而闹分歧等 一般家族企业常见的不利传闻 后来 结合制造厂发展为结合集团 除工业制造业外 还相继从事地产及投资等行业 现在仍是香港事业界 令人尊敬的企业之一 1997年12月 正当我来自潮州一句 及其改编自流行名曲 爱拼才会赢的主题歌 成为香港人皆谈相议的热门话题时 人称林伯的林百新 却在入境台湾时被捕 罪名是 涉嫌曾向台北县地政局官员行贿 83岁高龄的他 被扣押超过一年 后交纳创纪录的 4000万新台币财货保释 此案轰动港台两地 也为他的传奇人生 添上了最苦涩的一笔 2005年初临时病逝 案件方告了结 巧合的是 数年之后 他的另一位朝阳老乡黄光玉 因涉嫌内幕交易 单位行贿等罪名 被内地警方逮捕 这位曾经的中国大陆首富 十年不满40岁 早年同样有着 异常艰苦的创业打拼经历 当然 近年来依然活跃的 海内外潮州籍商人 并不总是给人们留下 负面新闻的 以被奉为华人上野之神的李嘉诚 且不必说 泰国首富陈碧晨长子陈友庆 二战后 自泰国回香港发展 创立亚洲金融集团 并积极参与内地事务 曾连任第七到第十届 全国人大代表 自子陈友汉 则接管盘古银行 1994年 又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陈志深 还有一位香港地产商罗康瑞 也出自香港潮商家族 他的祖父 晚清时期已在泰国谋生 父亲罗英时 儿时富泰生活 25岁才回到香港 白手兴家 一手创办 匪生香港地产界的英军集团 罗康瑞 因成功开发著名的上海新天地 而在内地声名大造 不过如今流连于那片孤狼而又时尚的街区的年轻人们 又有谁会想到 这位创意大胆的生意人 也来自朝中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